我叫张慧,我来自天堂公园园林科 我在天堂公园工作接近20年 天堂一共有古树,在侧的是3562株 最高树龙是620年 它不是随随便便地种在那的 每一个树苗都是精挑细选的 因为它祭天,它要营造一个 整个坛周围都是树 站到坛上我就是最高点 其他的就是天际线 我看不到任何其他外围的建筑 树的意义在这里 基辛格的一句话说 以美国的实力 天堂的建筑 我们可以一点不差地复制一个 但是对天堂里面的古树 我们就毫无办法了 天堂古树的重要性就是在这儿 无可替代 曾经它是什么状态的 我们希望尽量地保存它 在整体的原理上是一样的 要注意它的水肥管理 然后通风透光 就如果同样的有两棵树 同时长虫子了 可能要先制古树的 而且这个如果是严重的病虫害 或者是很衰弱的话 一般的树可能就不要了 但是古树一定要想方设法 哪怕它还剩一片叶子在活 也要去抢救它 这个主干呢就是以各种原因 历史上各种原因是病虫害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就是它已经不在了 它作为侧枝补上来长 如果没有这个 就是风一大就劈裂了 它就跟主干分开了 所以这个树枯就是固定它的作用 这个树皮已经腐朽了 已经死掉的部分 如果不补的话 它就原来的最原始的这个主干 逐渐逐渐就会变成害就侵蚀掉 就给它刷一道屏障 防菌的屏障 然后再做这个形状 就是和这个树纹的纹路走向一致的 做一个形状 这个就叫修旧如旧 想办法就是一定要让它修出来以后 和原来的古树是一样的 如果说从时间上讲 一月份我们就开始就是准备幼木 然后吸引一种叫双条山天牛 到它这儿来产卵 不会去别的树上了吗 三四五的重点是防四溪害虫 特别小 不好发现 你得很有经验 这个树冠颜色是有点变化了 赶紧打药 就我们的支撑啊围栏啊 古树做树壁子啊 铺装地的改造 还有爆箍 还有拉线 就这些就是持续的防止 不要断 今年不是六月份的时候特别旱吗 然后我们就监测到那三十公分深的地方 湿度是零 很极端 我上了二十年代班第一次 也很巧我是三年之前开始做这个地下环境的监测 之前包括那个古代包括近代包括现代 对于古树的地下环境的监测没有一个持续性的就是四十多度的天我们就在外面跑 就是找哪棵树有明显的就是干黄巡视是必不可少的就是我们的要求是两个月巡视一遍全圆的股数我们是有两个古白班的每个队一起就是关班有七八个人就是我负责把信息都收集上来就是所有的问题在我这汇总我根据那个经验提出解决方案我不是学文物专业的不是学建筑专业的 但是我能在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里工作并且保护遗产的一部分是我人生的荣幸 其实我更觉得我就像一个古树陪护他真的是我爷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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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都没有他大 我在他旁边我就是觉得我有幸陪你走这么一段照顾不周请多多关照